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把他送到一个人口稀少的偏僻地段 那至少说明共党对他还是放心不下 你能保证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一点都没变吗 共党的攻心术可是摧垮了我党不少的有识之事 你说别人能变 我信 但是六哥绝对不会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信 我这不是自信 这是事实啊 死在六哥手上的共党可不在少数 像六哥的这种情况 欺骗共党不杀他 也绝不会放过他 至少这一辈子的大牢是坐定的 那你想怎么接近周之前 就算他有本事 让共党对他查无实据 可是共党就能轻易放过他吗 难道就不会派人暗中对他监视 那是自然的 对他监视才对啊 要是不对他监视 那反倒有问题了 那你还怎么救 不用说他的一举一动 肯定捏在人家手里 凡事都有例外 只有在这一天监视他的人 老虎也会打个盾 清明节 没错 只有在这一天 六哥出门才最合情合理 也最不容易遭人怀疑 你们试想一下 六哥这么多年了 不是关在监狱 就是下方的牢教农场 总算出来了 给自己死了多年的老婆上个坟 这难道不是人之场景吗 城北的乱坟岗 据说是山城闹鬼的地方 从清朝末年到现在 究竟这里埋过多少死人 已经无从查考 无论是倒在街头的乞丐 还是买不起坟地的平民百姓 亦或是赶着掉头买卖 伸手益处的陆林草莽 只要被一卷破席盖过 最终都会送到这里来下葬 林草莽的铃铛 林草莽的骨灰 林草莽被埋在这里 已经九年了 秋和妈妈带着我 年年庆明前来祭拜 正要先来这儿 还是第一次 品牙 中文字幕——YK 林桃 柳哥来看你了 九年了 今天六哥才有幸能跟你见上一面 别嫌六哥心狠 六哥知道你爱干净 每天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 头发竖得整整齐齐的 整个人鲜鲜亮亮的 柳哥来帮你收拾收拾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这辈子你犯的最大的错 就是嫁给了我 好 当初要不是你走投无路 硬生生地和我捆绑到一块儿 以你的花容月貌 现在的小日子 比哪个女人都过得有滋有味 走吧 走了也好 你活着也是种负担 你活着呢 六哥心里挺想你的 你死了以后 我才发现 我对你 比对我自己感情更深 我这辈子啊 你正经算是我的发起 你希望我能把孩子带大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我活得跟你比起来 还不如你 人不人 贵不贵 我欠你跟孩子的 这一辈子恐怕还不上了 如果有来生 当牛做马 我也会偿还的 谁 是人是鬼啊 是你 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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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的清明节 因为秋和妈妈生病了 我们没有在这一天 来乱坟岗 给我母亲临桃上坟 婴儿也错过了 公术被我公安人员抓捕的 惊心动魄的一幕 六哥 老天爷指路 让我在六嫂的坟前 还真找着你了 他还只一回见 十四年 六哥 六哥 你为什么不给兄弟们呆个信呢 共党盯得紧 我能苟且投生 已经算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怎么还敢请举妄动啊 以我的秉性 即便是去了台湾 也还是人在泥里 气在云端 一样会被人收拾 不会的 不会的 郑老板在弥留之境 还不忘举荐您 还亲自给我拟殿门下达了任务 所以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找到您 传达郑老板的遗处 请您出山 入治内地特工系统的大局 哥哥 咱们兄弟翻山的日子 到了 六哥 哥哥 咱不说你是不愉快的了 您有没有带点吃的 我 我都快饿死了 您要再不来 我就快一命呜呼了 慢点吃 别噎着 这儿还有 这些年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没怎么熬 五二年啊 台湾就定领我去香港输职了 我原本以为 能够再去台湾的 可谁承想 这帮混蛋 根本就不信入大陆回去的人 死活不让我入境 我就只好在香港待着了 要不是郑老板 理解了你 他们也不会想到我 既然已经出去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你不要要是换着别人 打死我都不会的 可您不一样啊 因为您是六哥 您是不收一分钱 你就肯把我扶上高位的六哥 今后 有什么打算 还跟你打架手 如今啊 在国民党的情报界 郑建明 毛人奉 等一批元老都已经故去 除了您 我想象不到 谁还敢自称老大 否则 你怎么会怎么回来 我从小的封面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快 快 快 我曾经跟 跟简直说过 我说我们跟六哥呀 是人生 人生不相见 动入身与伤 我 我真的 我以为 这一辈子 我都再也见不着您了 可是老天爷有眼 凡事都有个例外 还真让我撞见您了 明日隔山月 世事两茫茫 以你现在的本事 已经不在我之下了 能算准了我来上坟 说明你已经把我看透了 刘哥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 为了见您 我想来想去 也就是这儿最安全 最不显眼 也是您最有可能 出现的地方 所以我就委屈了一下自己 陪六嫂小住了几天 你为什么 不多布几个暗哨啊 哥哥 不是不想布 实在是兄弟们 剩下的不多了 这不 这不 只安排了一个老温 隔三差五地给我送点吃的 那我要是不来呢 您要是再晚来几个时辰 我可就真撑不住了 干咱们这行的 有时候凭的就是运气 刘哥 我这儿还有点钱 今天是咱们兄弟久别重逢 我请你进城下馆子 慢点啊 这哪是什么说话的地方啊 咱们找个像样的馆子 今天咱们兄弟不醉不归 我这头发也该剃剃了 这副字容见刘哥 着实不雅不恭 盖他五十大板 只要有刘哥在 不出几年 我们身边 又会多出一大批的兄弟 您不是说过吗 旷野里的小草 冬去春来 一岁一枯蓉吗 快点 走 刘哥 你腿脚不利索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紧跟着兄弟 咱们兄弟不能再走散了 刘哥 刘哥 要看 这不是真的对吗 这是我的指责 好 那我知道了 走 国民党大特务攻述被捕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山城 九连远在北京的中央 也在第一时间拍发了注节电报 就在公述被带进牢房的那一刻 山城的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烟花爆竹 敲起喧天的锣鼓 老前纳 这外表还在游行呢 大快人心事 老百姓啊 要扬眉吐气一下嘛 来 你去看小虎了 行了没有 行了 不过啊 一听说公述落网了 还立马要给运过去了 为什么 你想 公述落网了可没落在他手上 小虎心不甘哪 这有什么甘不甘的 他这样是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做坏 公述落网 老百姓欢天喜地 来 游行的队伍 敲锣打鼓 还扭上了秧歌 我一直有个疑问 你说这公述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是谁那么有本事把他给抓了 颜长官 我们该怎么办呢 公军的大牢监狱固落金塘 就凭我们几个人几把枪 根本救不出公长官 公军 怎么可能会抓到他呢 几天不见 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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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突然间出事了 为什么 要是再想出办法 公长过丘 城里的老百姓都已经疯了 天天喊着口号 嚷嚷着要枪毙公长官 还要立即执行 说他罪该万死 死有余辜 颜长官 听着 公术是猫 有九条命 他死不了 我颜额当不成寡妇 不用说 公术没土一个字 对 见不吐实 早就料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看来公术回来的 另外一个任务的内容 会跟他一起埋进坟墓 根据北京总部的指示精神 公术的案子不能含糊其次 要公正公开 就是想让他挨枪子 也要死得明明白白 绝对不能无中生有 问题是 这家伙绝不白给啊 心里素质好着呢 是个货真价实的滚刀肉啊 如果朕要先提出探监 安排一下 好的 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安排 老郑已经提出来了 说你答应过他 可以送公术最后一程 郑要先的情况怎么样 他心里的这道坎 还没有转过来 人非藻木吗 虽说共产党员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但也是人间烟火 少不了亲朋故友 免不了七情六欲 正要先心里涌动着一个想法 公术来日无多 要让他知道 自己和他是信仰不同的两种人 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员 抓捕他是自己的职责 有肉还真不错呀 我有些日子没吃肉了 我跟上面说了 你的伙食由我出钱负责 想吃点什么 直接跟他们说 谢谢 我总吃你的饭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我杀完了高湛龙 你就请我在玫瑰饭店的西餐厅吃饭 那顿饭吃得是相当地不错啊 有红葡萄酒 有牛排 有牛排的饭 你知不知道 当时我有多少天 没吃上肉了 我很想 再请你吃一顿 有红酒 有牛排的饭 可现在 条件不行 没想到你回来 柳哥 柳哥 我要以何面目对你 结局如此只能远度服输 你他妈居然背叛党国 王郑老板 临死还举荐你出身 主持大局 王蒋总统 这么些年还能想起你 军统 柳哥 郑耀心 都背叛了国民党 那国民党还有救吗 还有救吗 我从来就没被判过 也从来不属于你们那个党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经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永远都不会改变 有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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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换 我来到我 你怎么能够 我来到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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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伤变之心 因利大罪惊 也只看他罪欺 一旦发现他是攻打 就地正放 格杀勿润 若要是发现他要投贡嫌疑 同样取下他巷上的人头 正要是 你让我被君同同人 延绵扫尽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 有几件有答案 大到宇宙 小到人类 你知道你自己是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吗 个人得势 与民族与国家轻辱尘埃 武学当中最高的境界 就是徒手无剑 仅凭手中的剑体 就可以杀绝于三部之外 老朕 老朕 快 躺下 躺下 老朕 老朕 你终于醒了 你把我吓死了 你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吗 整整的一天一夜 别再折磨自己了 别再折磨自己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们都是我 潜伏敌影 朝夕相处的一些人 有的随我淤血抗日前线 这一隔二隔的 却落到了如此天地 谁让他们走到人命的队里面呢 你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而已 是 我若引导他们 能够重新 选择人生信仰 那么现在 或许是好夫妻 好丈夫 更有可能 是这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 光荣 普通的劳动者 眼下却沦为人民的敌人 老郑 你不要责怪自己 我后悔 没得多做一些 当年 当年站在党旗下面 我紧握拳头 宣读入党誓言 不怕各人牺牲 要努力革命 并发誓永不叛党 老臣 你知道 老臣 传说中的 凤凰烟盘的故事吗 我 知识之处 忠诚于革命 忠诚于党 那金刚之身 我没有 我真的是没有啊 是 首长 你怎么了 没事 他的情绪 短时期能平复下来吗 那要看他自己的 虽然作为一名 共产党人 用钢铁铸造 谁又少得了七情六欲 那凤凰孽完 是什么意思啊 凤凰每五百年一次 集梧桐之夜 背负着人间所有恩怨清朝 义无反顾 头身汹汹大火自焚 肉体接受痛苦轮回 最终以美好去欲获重生 谁都想得出 是 但重生之后 不光奇雨更疯 而且奇音更轻 奇神更随 公主 想不到你还那么嚣张啊 打派我的又不是你 去叫正要先来 公主 公主 在这儿 轮不上你耍威风 陈国华 我看过你的资料 还算是条好汉吧 八年抗战你在太行山 没少跟小鬼子干 就从这一点 就比党国的很多高官强多了 行了 还是说说 你是如何与人民为敌的吧 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不说 一样可以给你定罪 何去何从 就看你自己认罪的态度了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何必再问我 要说我杀共产党 没错 军统里的人 谁手上没携债 因为国共是敌我关系 两军队里 此刀剑红 不是你此便是我亡 你没有于人民为敌吗 一九五一年 在甘泉村 你当着全村人的面 杀害了我冥兵骨干三明 他们的妻儿老小 眼睁睁地看着你 用刺刀瞧了他们的惊人 你跟你的种子 讲解是一个样的 嘴巴上喊 为国民 实际上 你们是罪不为国为民的 国民政府说一套做一套 耍两面判 正华夏四十载 横征暴敛 名怨沸腾 通货膨胀严重 四大家族腐败 铭心弃之久隐 历史的困惑 还是留给历史自己去解答吧 公输诉求一死 你为这样的党国卖命 难道不后悔吗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 我虽正要先去陕北延安 其实是奉了当时代理局长的密令 监视和考察的 并坐视他的共党嫌疑就地处决 军土六哥正要先 都是共党 郑老板 还指望着他出山主持反共大事 这真是个黑色幽默 你说 国民党 能不卖吗 人民党 就像什么鸡人 这次是个黑色幽默 我们远这么个黑色人 з把黑色幽默 中国人都熟了 我们这里的热气 还是知道 我们能够早上 就在这里 我们也都已经在这儿到了 这银屋虽 tecnologia 就是不一样 不是啊 我一样的 有极了 那就是给我们的 我们生死为苦 不得不逃离 我已经入魂了 你们不能把我当外人 时间紧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赶紧回去 要快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你给我站住 你要再不回去 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让你成傻子 再成瘸子 让你一辈子都找不着女人 瞧瞧你们了 你让我跟着你们去吧 我不是傻子 你别叫我傻子 我不傻 我知道你不傻 记住 那张宫门导的邮票 千万要说话 有一天 一定会用上 这是任务 是 事实上 就是 对 啊 是 他是 是 对 那 不是 他 了 波动 国民党偷偷听吗 你们被保围了 放下武器 停止一切反抗 否则 等你们呢 将是人民的制裁 老天保佑 你们有命 就快逃吧 帮你 我也被发配来嫂街了 和我在一起 这是谁呀这么好戏 把咱俩安排到一块了 咱俩 做个伴 你是我的伴 是可以同甘共苦 香儿如银沫的吧 你要干吗 要拉便拉 胆子怎么会那么小啊 你还像个结果婚的人吗 谁啊 是我 爸 有通知下来传达一下精神 是潘主任 怎么了 不能让他发现咱俩在一块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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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开门 你说 你们两个谁先主动呢 是 什么主动啊 就是谁先勾引谁的 可贵 还有 你们两个的男女关系 现在到哪一步了 你真想跟我结婚 我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不结婚 你我交往就是乱搞男女关系 我呀 要把你我的男女关系给合法化了 中央从去年就下发了文件 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我给你争取了一个名额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马上就可以到原单位 办理手续了 这韩冰 该打什么结婚报告 他要是真跟周志全结婚了 就没可能再回公安局了 那您工作上 以后有啥打算 继续调查周志全 我什么时候动过 你从单位里带过来的东西吗 根据我的经验 有人打开了我的公文包 里面的文件被翻过了 如果这个文件 一旦露入梅蒋特务手中 那对西南某三县重地 会有重大的威胁 其后果 我连想都不敢想 我们下车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